在现今的娱乐圈 作为一个演员 有目标和有理想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由于目标和理想太大 成为了妄想 也难免把自己给酸掉 今天我们要说的 就是继baby放出豪言之后 再次因为一句话把自己酸掉的 杨幂 在说杨幂之前 或许很多人对于baby曾放出的豪言不知所云 今天小编就先来科普一下 当年baby曾自嘲 如果顺利的话 我现在应该把奖项拿了一个大满冠 我会觉得很顺利 如果顺利的话 我现在应该把奖项拿了一个大满冠 作为一个演员 靠着抠图披图替身演完整场戏 居然还说出这种话 好想问她 谁给你的勇气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已经够酸了呢 请往下看 后面的内容更加劲爆 杨幂近几年来 凭借三生三世 亲爱的翻译官等剧 也算是小有成就 可是最近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却说希望自己做一个 人民艺术女演员 天哪 人民艺术家 要知道目前国内受封人民艺术家称号的 也仅仅只有三位 分别是1951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1953年文明部授予 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称号 2004年国务院追寿长相遇 人民艺术家称号 再看看杨幂 虽然有点成绩 但和这三位的艺术造诣相比 也顺其自然的沦为了炮灰 看来作为杨家将的两位代表 虽然都有着宏图大致的理想 但是说出来 却让人听得满满的尴尬 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